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报道 对于这次中共政治局会议 央视的报道只有文字稿没有画面 根据新闻联播报道的集体学习的画面 有多达7名中共政治局委员缺席这极不正常 海外时评人士江森哲分析 本应在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提前到6月17日召开已经很不正常 更不正常的是 18名中共政治局委员 居然有7人缺席了这次提前召开的会议 缺席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缺席的重要人物包括许其亮 张又霞两位军委副主席 北京 上海 天津三个直辖市的书记 蔡奇 李强和李鸿忠 此外还有杨洁篪 孙春兰 尤其是中共内斗传闻满天飞的关键时刻 两位军委副主席同时缺席 或许背后有隐情 此外 这次缺席的高官大多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至于这次会议的涉及到的具体内容 还要看后续披露出的信息 此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习近平在集体学习中只提到经济腐败 未提到政治腐败 据官媒报道 习近平当天强调反腐的内斗性质 称反腐是一场输不起 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习近平还要求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要管好自身 还要管好家人亲戚 管好身边人 身边事 习近平对政治局委员的上述喊话 似乎释放出二十大前党内斗争加剧的信号 有分析指出 在中共的权力斗争过程中 现在习近平的派系占据了优势 主要是因为依靠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联署办公 形成的当代超级锦衣卫系统 二十大前 习近平再次借反腐敲打中共高层 加拿大学者吴国光稍早前预测 最近海外传出了一些反习的传言 这对习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习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这些传言可能促使习下更大的重手 下一步在党内清洗的力度可能会加码 如果习做不到这一点 那可能他的政治生命就危险了 美中关系紧张 17日有消息传出 美国官员正在筹备总统拜登 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夏天通话 预计最快7月 18日 拜登亲口证实很快会再和习近平通话 并表示自己正考虑是否解除对中关税 中央社报道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13日 在卢森堡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就区域与全球安全美中关键议题进行对话 三天后 彭博引述之前是表示 美方官员正努力安排拜登与习近平在今年夏天的对话 18日 被问及何时会与习近平通话 目前在特拉华州度过周末的拜登向媒体表示 很快 这将是拜登去年1月上任以来 美中领导人第四度互动 两人去年2月10日首度通话 随后于同年11月15日举行线上峰会 今年3月18日再度举行视讯通话 讨论俄乌情形 也触及台湾议题 此外 美国油价物价飙涨 为拜登带来了不小的政治压力 为了舒缓通货膨胀 美国媒体禁止引述之前是表示 拜登有意从前总统川普政府的中国关税清单中 删除一些产品 至于是否已决定解除对中关税 拜登表示目前还在决定过程中 他正在认真考虑 此外 拜登18日又发生小意外 18日早上拜登骑乘自行车 停下来与一群民众交谈时不慎摔倒 幸好没有受伤 据法新社报道 白宫发出的新闻稿中有一段影片 显示现年79岁的拜登在摔倒后立即站起 接着说出我没事 拜登是与第一夫人吉尔 在德拉瓦州雷赫博斯滩的度假屋附近 一起骑乘自行车 当拜登从车子上摔下来时 正停下与民众交谈 连日来中国银行界发生异象 上海银行门口储户取钱 需要排长队拿号 河南几个银行爆雷后 当局用疫情红码限制储户行走 在这之后 辽宁丹东16日也传出银行挤兑 有分析指出 这是河南中小银行爆雷的示范效应 开始显现 这也将会是墙内的新常态 据新浪财经18日报道 今日上海多家银行天天有储户排长队 等候取钱 有的老人凌晨2点搬来小板凳 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上海浦东新区 阳金营业所坐等排号 然而5点不到就以5号可取 银行窗口办理业务 每天限号40个 自动取款机时好时坏 附近居民 尤其是老人们存钱 取钱 转账 甚至缴纳水电没费 来回折腾好多天 还是无法办理 叫苦不迭 于从时 河南几家村镇银行爆雷后 中国各地苦主前往郑州市 抗议当局对几家地方银行 进行调查时 冻结了他们的存款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 抵达后发现 自己手机上的健康码 从绿色变成了红色 这意味着 他们将无法自由行动 据纽约时报报道 浙江一家纺织企业的老板表示 周日在前往郑州的火车上 他的健康码就变红了 但是他来自 并没有新冠病例的城镇 他还说 抵达郑州后 警察拦住了他 告诉他 红码意味着 他已构成了公共卫生风险 他说 郑州警方将他拘留在 当地的一处图书馆 大约12个小时之久 绿码变红码 并非个案 许多上访者 都将自己的红码 发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继上海银行 和河南村镇银行之后 辽宁丹东6月16日 也传出了银行挤兑 推特上一段视频显示 银行门口 等候取钱的长队 看不到镜头 海外视频人士 财经冷眼认为 这是河南中小银行 爆雷的示范效应 开始显现 这也将会是墙内的新常态 针对中国银行业出现的异常 亚洲市场12日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 中国正在酝酿一场银行挤兑危机 但被全球忽视 文章写道 从河南至少6家村镇银行 冻结储户存款 到上海的工商银行门口 大排长龙 这种演变让人担忧 暂时只在农村出现的挤兑 会蔓延到大城市 文章指出 银行挤兑往往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临界点 也是自大萧条以来 没有任何一次 比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作为全球经济体之一 中国如果发生银行业的危机 可能在全球引发类似金融危机的经济大衰退 多年来 TikTok通过承诺将收集到的美国用户信息 存储在美国 而不是该视频平台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所在的中国 来回应数据隐私问题 但根据80多次TikTok内部会议泄露的音频 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多次获取美国TikTok用户的非公开数据 美国网络新闻记者艾米利怀特17日报道说 这些录音包含9名TikTok员工的14份说明 表明在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期间 中国的工程师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数据 尽管TikTok一名高管在2021年10月的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宣示作证说 世界知名的位于美国的安全团队决定谁可以访问这些数据 但是8名不同员工的9份声明描述了美国员工不得不求助于他们在中国的同事 来确定美国用户数据的流动情况 根据录音 美国员工没有权限或不知道如何自行访问这些数据 而最新曝光的这些录音从与TikTok公司领导和顾问的小范围会议 到政策性的全员演讲 并得到了屏幕截图和其他文件的证实 提供了大量证据来证实之前 关于中国员工访问美国用户数据的报道 TikTok曾在博客文章和公开声明中表示 他在美国实际存储了所有其美国用户的数据 并在新加坡进行了备份 专家说 这确实减轻了一些风险 该公司称这些数据不受中共法律的约束 但他没有解决中国员工可以访问这些数据的事实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数字和网络攻坚政策项目主任亚当·希格尔表示 如果数据依然可以从中国访问 物理位置并不重要 他说 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中国人仍在访问 数据最终仍会落入中共情报部门手中 千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睇今期间万维独播 我叫Sari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